大家好 我是牛仔 这两天没给大家更新视频啊 我这个右脸啊 这两天不知道是因为什么情况 突然之间就肿起了 肿起来这个牢膏 然后一摸呀 就是硬硬的 这是刚消失点去 现在应该还能看出来 这边还肿着呢 然后这个左眼啊 还有点这个压痛感 有可能是过敏了 昨天晚上呢 我一个这个亲戚啊 然后问我 说是他们家孩子啊 当兵今天是第五个年头吗 是要回来 还是 就是继续转这个二期 因为我以前也是当兵的嘛 当时呢 我也是转了个一期事关 然后就回到这个地方了 因为当时啊 我们那个年代比较早啊 我是2004年 12月份 然后当时是退伍的 那个时候我们的那个 转业费 不叫转业啊 退伍费用的话 只有两万块钱 非常的少 因为 换算到现在来讲的话 五年的话 应该应该 拿不少钱 如果说是边疆地区的啊 应该会还会拿翻倍的 翻倍的钱 这个内地啊 和这个边疆 它的这个 饭食补助 津贴补助 工资补助 它都是翻倍的差不多 有的地方有的地方还有什么高温补助啊什么的 它是比较多的 我给他的建议的话呢 如果说是孩子啊 他有这个文凭啊 文凭稍微高一点的话 对吧 还是 在部队比较好一点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 说句实话 也不是特别好干什么啊 如果说 五年的时间啊 五年的时间 你回到地方 岁数的话呢 应该就是二十出头 那 你回来的话 如果没有一技之长 或者是文凭不高的情况下 家庭背景如果 因为也是农村的嘛 我在经济也是农村的 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话 这个年代你要想打拼自己创业的话 是非常难的 但是如果说你留在部队的话呢 每个月的这个工资啊 还是不少的 到了二七十关 而且的话 就是比较稳定啊 比较稳定 再就是说现在这个部队的话呢 如果说你那个文凭稍微高一点的话 如果是报考一个军校 还是有机会的 就算不报考局限 如果说 你有能力 签到这个 第四期 签到第四期的话呢 就算你退伍回来 一个是可以给你安排工作 还有就是说的话呢 你拿的钱也是非常可观的 按照这个情况来讲的话 应该是农村的啊 到了第三期 也就是干了13年的话 就可以报分配了 那如果说是 其他地方的 其他省份的 比如说像一些城市地区的 应该是 当兵回来 当兵回来就会 能支配工作啊 每个地方呢 这个他的政策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像 呃在 2000年的时候 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 有两个啊 广东的战友 他们比我要晚一届 他们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工资来的 当时他们的工资不多啊 1600多块钱 在2000年的时候 你看 1600多块钱 应该也算是 不错的了 在广东那边 然后他们是带工资过来的 如果说当两 当两年兵回去的话 还会给他们挑级 如果说你入了这个 党员或者说是那个 有这个优秀师兵什么的 还会再给他们加分 啊 这样来说好多人他们会拿这个 当一个跳板 然后他们回去 还是还是不错的 所以来讲呢 如果说是 能够继续圈的啊 回来没有 什么特别大的 这个发展或者想法的 留在部队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好吧 现在 我一个战友啊 当时他是前几年退伍的 也是干了16年 当时他回来拿了是 50多万吧 前几年回来拿了50多万 然后自己开了一个 就是教育培训的 当然他走的还算不错啊 因为回来之后 拿钱买了一部车 便宜的车 剩下的钱全部就是投资了 当时他跟着的一个人呢 给了他很好的这个 建议啊 他因为他和别人一起做的 如果说是自己做的话呢 是非常难的 必须有人带啊 没有人带的话 当然也靠运气啊 如果运气不好的话 说不定也倒闭了 但是他还不错运气 就是现在做教育培训 还是还是可以的 也就是说还是比较顺利的吧 当然啊如果说是有能力 迁到第五期的话 那就了不定了啊 因为 这种的人的话呢 都是风魔灵脚的 一般能迁到五期的 那基本都是这个 技术命中 在这个军中的话呢 基本上都是 技术尖子 而且那个名额是非常少 这个的话呢 如果说迁到五期六期的这种 可能是比将军的数量还要少 就是这个名额 当国民都知道 是非常难搞的 有的时候不光是名额的问题 流出一趟 那我们在试用中有很多 你说 一筹 但 谢谢观看